饺子和馄饨对于中国人的意义除了过节 还代表了妈妈的心 1980年代在中国香港 有一个单亲妈妈张建和 在码头开启了她那一壶口的饺子摊 她把每一个饺子都当作给女儿的一样 固执地坚持着真材实料 每个客人都在这个小摊的水饺里 吃到了妈妈的味道 她的客人从码头工人 慢慢成了各种慕名而来的食客 从小摊到木棚 再到水饺工厂 最终她的水饺卖到世界各地 成为了水饺王后 当年小摊位的地址 成了她的品牌 湾仔码头 饺子的历史悠久 但她还有一个祖宗 叫做馄饨 有人说汉朝是北方百姓 换匈奴力 魂式部落的首领老魂 和屯式部落首领王魂 就用面包上肉 起名馄饨泄愤 也有人说是东汉医生张仲景 研发了一款用面皮包上羊肉 和聚汗药材的新药 专之动掉耳朵 不小心成了网红爆款 哼 我没有耳朵 反无我能教你 如何不被冻掉耳朵 馄饨皇也在发展到南北朝 一款艳月馄饨 风靡百姓中间 传到宋代得名饺子 这才是饺子 馄饨在广东被成为云吞 每一口都有大块虾肉的 鲜美大虾云吞皇 面皮筋道 虾肉滑嫩 更是弯在码头的明星美食 三代装的云吞皇 双十一 还有不白吃的独家 三十元优惠券哦 我是不白吃 我真是太会吃了 得晕